男子受困对岸膝床 眼看溪水暴涨 民众赶紧打电话报警 泡子 泡子 泡子拿起来 溪水越来越湍急 救难人员赶紧调来救生艇 并抛绳救人 18号下午 一名男子受困在宜兰县大同乡 仅消费了好一番功夫 男子搭上橡皮艇 终于脱困 被问名字居然答不出来 讲话含糊带过 警消直觉有问题 询问身份证字号 但他不敢说实话 之后透过人脸辨识器 一查之下才发现 眼前这名男子是枪炮通气犯 因为遭通气居无定所 警方难掌握行踪 却因为一场大雨受困西床 警消救灾就这么巧 逮到通气犯 只能说贼心该败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 中天电视全身制作强挡大戏 美好年代